据现代快报消息,11月24日,江苏镇江经济开发区法院一个手机尾号为6个9的亮号开拍,起拍价价仅100元,缴纳20元保证金就可以报名净拍,这一低门槛吸引了720人报名,然而令人惊讶的是,经过24小时的拍卖,该亮号共2893次出价,最终以2614.5892万元成交。 记者搜索公开信息显示,这一天价成交堪称全国之罪,这场激烈的竞拍吸引了720人报名,2247人设置了提醒,37928人次围观了该场拍卖。 记者搜索发现,尾号是6个9连号的手机号码虽是亮号,但并不十分细缺。 此前,阿里兹产拍卖网站上线了一个尾号9个6的手机号,起拍价高达1366万元,不过直到网拍结束一直无人报名参拍,成交价超2000万, 这一手机亮号的拍卖价格突破了网友们的想象,有网友质疑是否有人恶意哄抬价格,记者注意到,公告中醒目位置有重要提示, 本次拍卖为刑事处置资产,请谨慎出价,对于在司法网派中恶意抬价,扰乱司法拍卖秩序的买兽人,人民法院可以对其罚款、拘留、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